谷爱玲最后一跳前五分钟定动作 神仙发挥对手惊讶 2月8日 北京冬奥会举行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的决赛 备受瞩目的中国选手谷爱玲 历经三轮比拼 以从未展示过的向左偏轴转体 1620动作征服观众 取得188.25分的最好成绩 首次冬奥会之旅就拿下金牌 这也是新增设的大跳台项目的历史手金 接下来 她还将冲击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抖面障碍技巧和U型场地的奖牌 在此前的预赛中 谷爱玲的晋级之路并不平坦 一度在冲击难度动作时落地失误 在以第五名晋级决赛后 谷爱玲表示 既然已经晋决赛 就要把自己的难度动作全部拿出来 果然 从第一跳开始 谷爱玲就没有给自己留出余地 首跳就是自己的秘密武器 正华后空翻两周加转体两周1440度 动作加安全抓板 这套动作又高又飘 最终完美落地 谷爱玲也成为世界上首位在世界杯赛场和冬奥会赛场 都成功完成该动作的女子运动员 这套动作让谷爱玲以93.75分 一度冲上首轮榜首 谷爱玲第二轮跳出 向左旋转1080难度动作 安全抓板接日式抓板 显然谷爱玲希望以稳健方式确保分数 这一轮她得到88.50分 两轮下来 谷爱玲显然是在动作选择 和心理建设方面有所准备 虽然暂时以5分差距位列第三位 但可以在确保奖牌的同时 向更高难度动作发起冲击 也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 关键的第三轮比赛中 谷爱玲在跳台顶端深呼吸 做了伸展 之后她做出正滑左偏转1620动作成功落地 这是她首次展示这一动作 便取得成功 这个动作帮助她征服全场 获得94.50分 追凭泰斯勒德的全场最高分 谷爱玲自己都难以置信 做到雪地上开始进驻 此后谷爱玲在场边 等待最后两位选手泰斯勒德和格雷默的比赛 随着两位竞争者相继失误 谷爱玲锁定金牌 这是谷爱玲给予自己18岁最好的礼物 在竞争对手方面 法国大跳台难度之王泰斯勒德 在决赛中充分展示实力 首轮泰斯勒德的动作难度更高 完成同样完美 也94.50分 从谷爱玲手中抢走首轮投名 泰斯勒德第二轮选择到滑平轴转体1440 再次得到本轮最高分93分 在最受关注的第三轮比拼中 泰斯勒德的动作难度同样超高 只是在落地时稍有瑕疵 其他选手们也纷纷拿出压箱底的高难度动作 瑞士选手格雷默跳出道滑抓板1440 动作成功 拿到93.25分的高分 以微弱的总分优势 超过谷爱玲战略第二 但他在最后一跳冲击高难度动作时 没能完美落地 目睹谷爱玲摘金 在结束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决赛后 谷爱玲转战张家口赛区 备战接下来的泼面障碍技巧 和U型场地比赛 张家口的云顶滑雪公园 是谷爱玲的福地 谷爱玲不仅在云顶多次参加大赛 还多次在云顶公园进行训练 在主场作战 谷爱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18岁的少女带着所有人的祝福 继续冲击冬奥会奖牌 这场决赛 12位自由式滑雪顶尖高手 一直竞争到最后一轮 在第三轮比赛开始前 谷爱玲说 自己依旧没有定下来 自己在第三轮要选择什么动作 我想做一个从来没有挑战过的动作 我是最后五分钟做的这个决定 我在第二轮比赛后给妈妈打电话 她说你别做了 你就做有准备的 但我不想这样 谷爱玲的描述让现场媒体有些吃惊 还很少有奥运会级别的选手会承认 自己在决赛之前 还不知道做什么动作的 赛后谷爱玲再次确认 自己是在第三轮开始前 决定要做一个从来没有在比赛中挑战过的动作 我对自己第一轮的1440动作 1080动作都非常的满意 我看了成绩 知道已经可以上领奖台了 当时我的选择是 要么再做一个1440 争取拿到银牌 要么挑战一个大招 有可能挑战金牌 谷爱玲说 让她做出决定的 还不仅是奖牌的橙色 因为这里是冬奥会 整个世界都能看到 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秒钟 可以展示奥林匹克的精神 我不是想比别人滑得好 我是想滑到自己的最好 打破界限 我是想让世界看到 让其他女孩看她 她能做 我也能做 无论会不会平稳落地 我都想做这个动作 谷爱玲这个从未在大赛尝试过的大招 在冬奥会赛场的决赛第三轮 成功地放了出来 用亚军法国选手泰斯勒德的话说 她的动作杀死了比赛 这也让外界有些难以置信 从未检验过的动作 可以在这么大场面做这么好吗 泰斯勒德说 自己第一轮做出的1620动作 对谷爱玲是个激励 我之前也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在比赛中 拿出自己训练过 但没有在比赛中检验过的动作 谷爱玲非常强 也非常幸运 我祝福她 谷爱玲印证了泰斯勒德的猜测 她达到了她的目标 这是非常好的事 这也促使我尝试我的1620动作 看到他们都划出最好的表现 这也激励我做到最好 谷爱玲表示 可是诬提过自己的 可论 地 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